民国五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 吕铭牵着两个女儿小月和小新 走在热闹的街上 打算买一些丰盛的菜肴回去祭拜 因为今天是他妻子阿凤 世事八周年的忌日 走着走着突然他见到路边一大群人 正围着一个摊贩 似乎正好奇地在看些什么 他不禁移动脚步 往摊贩靠近想一探救济 这时刚好有两个奥巴萨 正好从围观的人群里走出来 这两名奥巴萨的谈话 不仅吸引了吕铭的目光 更引起了他的好奇 他于是牵着两个女儿再往前走去 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中 只见有个男人正坐在摊子面前为人算命 而他每说一句话 坐在他面前的那个人就张大了嘴 拼命地点头 并不断地说着真是太准了 吕铭看着这一幕 心想真有这么准吗 可是看着接下来的几个客人 每个都说准 从来不爱算命的他也不免心动了 他也想让这名自称张扮仙的男人算一下 但是他并不是想看自己的命运 而是想让张扮仙为他的两个女儿算一下 好不容易当人群渐渐散去之后 他拉着小月和小新 在张扮仙面前坐了下来 你敢不是想要问你这两个女儿的名字 怎样 对吗 是是是 车台先把我两个女儿叫我看着 我还要车背离给你 吕铭看着张扮仙脸上深不可测的表情不禁急了起来 好一会儿张扮仙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 放开雲出风火 沿青家 富温重世 碧汎汐富贵有名 天主丁 风轨雷出 主文名 大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能听大先生说到最小时 我感覺本來就是一個人一款名 他們的名字可以出學時 就一定煮好 有的人好名 賀勝於不求也是一四人的英華粉 有的人賺名 賀勝於如何強求到最后也是一名堂 所以你的意思 稍微煮好名 稍微煮成一四人就是壞名 如果這樣請問 我們是要怎麼改變我們的名字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 他們的名字在出世的時 就已經煮好 就像我們出世的時 這是黑白 這是客廟 這是我們怎麼改變 張百姓最後這句話 彷彿一陣雷擊似的打得裏面 李明又驚又痛說不出話來 十年前 當李明的妻子阿鳳 生下頭一胎小月的時候 初為人父的李明自然高興的不得了 抱著女兒笑得都合不龍嘴 而且就在小月出生後的第二天 李明等待 阿鳳不從人怨 阿鳳竟然難產了 當他從產婆手中接過小星之時 卻也是阿鳳咽下最後一口 快點喝就好 我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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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心想想想想想想 你真的ерх詞 別的音樂 Olha 这段语言却应验在一件离奇的凶案上 这天晚上当台南地方上的大地主王阿牛 正和他的妻子阿满在庭院中聊天之时 女佣银花正端着茶走过小老板知名的房外 突然间他似乎听到了房里 传出有人在争执的声音 他不禁好奇地偷偷往半眼的房门中望去 这一望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老大,你老大有名,我三个叫我这一口网 老大,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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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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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老大 老大,我来说你这金牛仙的,这一年是什么 叫老大,你做事,你做事,你做事,我来看看 什么事 老大,我来说你 王阿牛和阿满心急地跟着迎花来到儿子知名房间 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傻了 提名 一会儿后医生和警察都赶到了 但是医生宣布 致命早已经弃绝身亡了 王阿牛和阿满一听 当场呼天抢地的痛哭起来 眼看着这一团混乱 刘晓队长赶紧出面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是谁大的 是我 警察先生 人是我杀 请把我带回去 是你 我不是你太爷 王阿牛 你哪知道没了我什么人 你是你安的 我无感到你的心中里不去 你哪知道你好痛 你哪知道你好痛 你哪知道你 你不敢好痛 你 王阿牛 女士 我 我是 我是 警察先生 她是我妹妹 这件事与她无关 你是我杀的 姐 你们两是姐妹 对了 你两个是亲妹妹 也是坏心不与她 对啊 今天才在你 爱是我了 是陀佬了 爱是我 是陀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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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的话不禁引起了刘晓队长的好奇 虽然有钱人娶小老婆不稀奇 但姐妹共事一夫的情形却并不常见 尤其是这对貌美如花的姐妹 为何会一起嫁到王家来呢 而看来千细文静的小月 为何会干下这件残忍的凶案呢 而不知为什么 她总隐隐约约的从小月和小星的表现中 感到些许的不对劲 仿佛在这个家庭背后 隐藏了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接下来刘晓队长进一步对女佣迎花询问 迎花证实她见到小月拿剪刀 蹲在致命身旁的情形 和小月的说法一致 于是她将小月带回警局 做进一步的证讯 进 小星 你要保重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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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